世界地球日是一年一度的西灯一小时活动 该项活动定于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 晚上8点30分至9点30分 在世界各个角落进行 这项是全球最大型的集体环保行动 今年它已迈入了第七个年头 主办这项活动主要是唤起人们 以实际的行动一起来应对全球暖化的意识 今年为配合海峡港口广场一系列的西灯一小时活动 寒江学员的学生也在该广场的中心 进行一项具有创意的烛光艺术活动 在地上点燃了蜡烛 并将它们摆设成冰卫大桥的形状 好让民众们在昏暗的环境下 可以欣赏由蜡烛形成的冰卫大桥 在民众的帮忙下 这座由蜡烛形成的冰卫大桥 终于在晚上8点30分完成 并与大家一起度过全球节能的活动 当民众得知广场中心前 有一座独特的冰卫大桥时 纷纷都走前来 拍照射下着具有创意的烛光 韩式新闻记者采访报道